位在新北树林的慈恩部落 因部落土地属国产属管辖 但现间断部落族人未通过土地承租条件 导致无法合法居住使用 日前遭民众检举 新北市政府依法行政 并通知部落族人2月17号为拆迁日期 19号进行部分违章建筑採取作业 我们住的地方贴了三张公告给我们说 在2月17号后 新北市政府指出大部分住屋还有住人 经多方协调后再不影响族人住宿问题 先拆除集会所 并要求部落族人在限期之内 被取文件向国产署申请土地承租程序 原民局表示会尽力协助 这一两年好像都没有听到 职人部落这边的一个 请求协助的部分 如果他文件送到国产署 我想国产署一定会 会请我们这个提出意见跟看法 那我们一定会站在族人的角度去协助 族人表示会尽早被取文件 依规定办理并以部落法人身份 逞出土地 不要引起部落主人的恐慌 远之新闻 虎顺温溜新北树林采访报导